南加州第一座中文儿童图书馆与辅仁大学图书馆服务队 近日举行服务成果即图书馆自动化发表会 图书馆自动化服务开始后将中文儿童图书馆的图书建档分类 只要通过简单的检索就可以快速的找到图书 并且备份解还记录 方便图书馆在未来的管理 我们在过去这一个礼拜呢 有从我们台湾来的辅仁大学的图书馆资讯系的 图书馆资讯服务队在我们这里服务了一个星期 那在这一个星期里面呢 服务队的同学都非常辛勤地工作 帮我们把整个图书馆的自动化建置起来 那今天是我们的成果发表会 那以后南加州的中文家庭呢 就有这么好的中文图书资源可以使用 它最方便的地方呢 其实就是传统的借阅办法 你必须要填写借阅卡 然后你要有登记 那以后呢 这些东西都可以透过电脑自动化来处理 所以以后读者只要有一张library卡图书馆资 那你很多的服务的措施在上网就可以完成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读者借阅的记录 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馆场有哪些 你想借阅哪些书 所以这些都是很方便的功能 我们这一座中文儿童图书馆 其实是南加州的第一座 那这一座图书馆是专门为儿童服务的中文图书馆 所以我们的馆场是以中文儿童图书为主 那所有的加州的居民都可以来申请 我们并没有限定是只有罗兰岗地区的民众 所以只要是南加州的居民都可以来这边申请一张library卡 那我们欢迎大家来使用这样的资源 我们帮他们建置图书馆 那我们从5到5开始 我们一开始我们先帮他书贴测标 条码 然后帮他进入我们自动化系统 那提升他们借还书的速度 对 那我们一开始还是我们觉得就是很紧张的心情 我们不知道能如期完成工作 那我们一开始想说 哇 他的馆商量其实没有很多 大概只有4000册 那因为我们今天大概是可以变到上万册 所以我们这是觉得就是心有余力可以做其他更精细的工作 然后帮他们排架那些都从头开始 华美图书协会表示 在福大图书馆服务队的努力下 中文儿童图书馆即日起开始提供图书馆自动化的服务 可以为学习中文的孩子与家庭提供更优良的图书资源与服务 该活动并邀请到大专联合校会会长陈琳华 及南加府仁大学校友团出席 中网电视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君 谢谢大家